又有政府单位遭到了网友恐吓 而这次的受害者是外交部 他们也在今天早上前往派出所提出恐吓告诉 只是这次不再是恐吓要放炸弹 而是在恐吓讯息上直接点名外交部长吴钊燮 要对他的家人不利 外交部脸书10号这篇贴文说 吴钊燮接受法国国家电视台专访 提到台海若发生战事 冲击会比乌俄战争更严重 没想到底下一名张信网友却留言恐吓 点名外交部长吴钊燮甚至殃及全家人 而且还自己复制贴上9次 警方证实接受入派出所 已在上午10点50分接获外交部报案 由于这名网友是假账号 目前转由台北市行大柯针对调查 也透过刑事局发函脸书公司提供资料 而辖区中正义分局和保六总队 也将加强周边安全维护 在本部脸书粉丝专页上贴文表示 他内容不堪入目 激进污蔑甚至严重威胁到 本部的部长的家人的人身安全 盘点这两个月的恐吓事件 4月初积极的台北车站 现实被陆生恐吓要放四个炸弹 上个月26号有人扬言 要炸中共国际航空班机 两天后中正纪念堂 也收到了炸弹恐吓信 而这个月7号换成故宫南北院 接着则是阳明山国家公园被人恐吓 扬言要在公厕放置七颗炸弹 日前故宫被恐吓时 警方还一度出动侦报权 不敢大意 但最后一颗炸弹都没有找到 虚惊一场 这回换成外交部长遭到恐吓 外交部也说 欢迎各界自由表达意见 但对于威胁人身安全 恐吓等言论 任谁都无法容忍 TVBS宣传 黄金公关也太不得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